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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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好 说到这一刻 我发现明恩有些小小的害羞 有点热 大家好 我是丽子玄小豆子 我就是没有什么实战经验 但是我很喜欢遨游在网上的那些帖子中 恋爱中女生应该怎么去面对 我看很多 大家好 我是小莲莲怀伟 我也没什么感情经历的 但是就是 我是纸上谈兵型选择 对 那接下来熊老师 各位好 我是练商观察员熊浩 我来自复旦大学法学院 我自己的专业是冲突解决 就是帮助别人去解决矛盾 说到看别人谈恋爱 大家就是经常喜欢看一看别人谈爱 比如说身边的朋友 说到这里豆子可开心了 怎么了 没有就是听起来就很甜 就比如说我刚才看那个哥哥的眼睛里 我就这样看着我就觉得好甜 真的说到这里豆子脸全都红掉了 对对对 就是很容易害羞就怎样 你连看人家谈恋爱都会害羞 对 看到喜欢的男生会立刻脸红对不对 好少女 熊老师 我自己作为一个冲突解决专家 我来看别人去恋爱 我觉得是蛮切题的 看人这件事情 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训练 所谓读万证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月人无数 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现场 对于想恋爱的人就是镜子 对于还没打算恋爱的人就是参考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人和人如何互动的大课堂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男女相处的过程中 时时刻刻都体现着这个恋伤的重要性 想问一下各位 对于恋伤这个词是如何理解的 我现在走入婚姻了 所以冲突跟摩擦就更多 尤其有了孩子之后 如果你的恋伤很高的话 可能你们两个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或者是比较容易起冲突的部分 如果你恋伤高的话 你可能就会比较包容对方 我非常赞同S姐的话 因为我就遇到了一个恋伤非常高的人 太好了 太好了 熊老师觉得呢 我觉得恋伤这个概念跟情商有点像 一个维度就是让相处的摩擦力降低 另外一个维度是在磨合的过程里头 创造舒适的同时能够守住自己 对 好 在这里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在我们的恋梦空间第一季 已经有一对嘉宾正在甜蜜的恋爱中了 今天我们的恋梦空间呢 就要迎来六位恋梦男女 她们今天呢是第一次见面 到底会发生些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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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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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进来就坐在了最中心位 很自信 你看 是 这女生的身材蛮好的 走过优牌 第一个到就是很紧张 不知道该干嘛 来 欢迎来到练梦空间 来人了 来人了 男人生 很休闲啊咋的 我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内心情感的人 也曾因此错过了一段美好的感情 来到练梦空间 我希望自己学会敞开自己的内心 主动勇敢的表达一次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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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一个吗 对 就我一个玩 就一个 好 送我吧 送我吧 这个男生浓眉大眼的 看上去很正气 所以你叫什么名字 杨明星 杨明星 我叫张云敏 你好 你叫大宝 你好 你好 大宝 对 大宝 外号吗 不是外号就是小明 对 对 对 好 紧张吗 紧张啊 好紧张啊 我感觉我的手都爱冰凉的都是 欢迎来到恋梦空间 来了 女孩 小清新 我几乎没有谈过一段 现在意义上的恋爱 没有谈过恋爱 进入恋梦空间 我就是想抛开所有的工作 和自己的一些束缚 轰轰烈烈地去爱一场 好 好 你好 你好 坐吧 随意 我认为你要不要握手 握手才有办法 好 有点微妙 短头发的很像女强人 短头发那个 对 他肯定是有自己的工作 或者他自己当老板 职业经验的人 对 还很稳 我叫张玲玲 是那个领导的领两个一样的 领导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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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下一个人就尴尬了 你说他坐哪儿 欢迎来到《恋梦空间》 来了 穿平的鞋 对自己非常有自信 我还蛮期待一段那种 王子公主般的偶像剧恋爱 我还蛮期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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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哪儿呢 没面子 我们一人抢了一个 他俩往同一个位置要坐 不是 他把他的那个位置 洗到旁边 他把他的位置抢走了 对 你坐那么远尴尬吗 坐过来也挺挤的 也是 我在这儿吧 然后均匀一点 吃东西了吗 吃东西了吗 还没 你好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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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瘦 太瘦了 对 要不我过去一点 过去那边坐 过去那边坐 然后这样的话 就可以均匀一点分配 可以吗 好瘦 我们在这儿 你等我差不多等了多久了 没多久 就我们尴尬的时候 你这样来了 真的 完了 他们可能来不了了 因为我不会让拽尴尬的 我好喜欢你这个黄色的 黄色的 黄色的 鞋子 收入囊中 我觉得你的发型很鲜 是吧 我就是 鲜 旺旺先辈 对 对 这个女生才叫有自信 她很敢表达自己 三位女生三种不同的感觉 对 我觉得红色衣服那个女生 她是第一个出场的 感觉她的服装打扮都是有备而来 然后觉得可能今天会是当天最漂亮的 或是最正式的 她可能内心是一个虽然不争不抢 但是我想要有一个往上走的一个心 就是那个性格活泼 就很让别人相处很轻松的感觉 就是第三位 对 第三位那个 第三位女孩 首先她自己就很自然 我感觉 我感觉很自然 然后不太会拘束 然后跟别人也聊得还挺热络的 你说怎么远近不近 男生根本看不出来女生自不自然 所以你们觉得谁是最自然 我觉得副书惠最自然 副书惠她其实最自然 对 她是最自然的 对 然后反倒那个朱云惠她 其实打扮得很心机 怎么说 就是她穿着裤型 还有她露出她的肚子 小埋腰 然后她的锁骨 然后这边好像很随便 可是都还有那个沙 真的 她是有点小心思 对 我觉得男生会觉得可爱 对 会觉得可爱 还是比较执着于也喜欢活泼的 对 云惠小姐 我对爱情的期待呢 是单纯和浪漫 喜欢的两个人的相处状态 是能够开心的玩 项擦 你好 你好 我叫楚珍 坐 随便坐 随便坐 你好 他长得好乖 年纪很小的感觉 还有人吗 帮到一个男生 对 不然这是什么情况 欢迎来到 练梦空间 他来了 大长腿 咱们是商务男士 皮夹克 我希望给自己一个长商的假期 让我的心可以安静下来 遇到那个懂我的人 可能通过一个眼神 他能懂我 我也能懂他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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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边 他好像比较瘦女生 对 整理头发 女生看到他都心花弄花 就开始弄头发 是吗 对 我叫卓亦凡 卓别林的卓 亦是一个突兀 一个走至底 凡是平凡的凡 叫张灵灵 张灵灵 灵灵 灵灵 然后你们可以叫我大宝 小明叫大宝 比较好记 那我们觉得都喊小明不就好了吗 对 那你们就叫我云会就好 我是白云的云智慧的会 副书会 师傅的副 书复的书 花卉的会 师傅的副 对 书复的书 花卉的会 可以倒过来读 试着倒过来读一下 会舒服 对 你们就会记住了 然后我们都记住了 你倒过来的名字 你们两个小明都叫卉卉 对 都叫 我叫楚珍 我这个该怎么叫呢 我就叫楚珍了 叫珍珍吗 珍珍挺可爱的 珍珍吧 我叫杨明星 明星 明星 她是什么 她说的 正在是不是 然后我们把蓝风格来了 而是我们的舞风格 你看她 人是不是 还是真想ям 她是だけ 那真的是 这个国型啊 我体认为 Things 这一点 在当一世 但东西 您躲在哪里 我感到的 女生们就是有点 开始整理发型 衣服什么的 就证明这个男生是 比较吸引女生的 是吗 是吗 我反倒是比较 喜欢几号 二号 学生气质比较重 青春的 脸红了 又脸红了 你又没有参加在里面 脸红什么 我喜欢后面让我进去 哎呦 开心到不行 怎么了你 他说后面 你能不能安排他进去 对对对 他感觉比较想进去里面 而不是在这坐 对对 练梦男女已全部到齐 请查看练梦规则 除了练梦空间外 练梦男女不能在任何场所 直接表达心意 练梦粉栏墙 集合发布练梦场景 请自主选择约会活动 练梦男女每晚在练梦空间 录制练梦影像信 稍后将公布 未关注结果 练梦退出键 将在第三天开启 练梦空间已开启 好漂亮感觉 好通透有没有 我喜欢这个 好高级啊这个 生活指南 在这吃饭 好棒啊 开放啊 第二季比较科技感简约风 看 你看 对不起 再见 咱上楼看看 看看房间 要么我们也上去看看 好吧 你看 我喜欢这个 女生住这 女生 这个成功 好舒服啊 好 咱们先来看看景吧 还不错 这是一座小河 这太暖了 场景真的太适合恋爱了 那边都是黑天鹅吧 好漂亮 连天鹅在那边都是一对一对的 我爱你 你们睡哪个床 你们挑呗 那我可以睡这个吗 你挑呗 因为我希望我旁边有个人 我没有安全感 什么意思 就是她没有要睡在她旁边的意思 那你挑呗 我很好意思 你们俩说到不决定谁睡我旁边吧 所以就不决定了 我睡那吧 好 但你怎么这么容易放弃 我的魅力不够大吗 不 主要是就是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不用谁落石头目了 他们的房间在哪里 所以其实应该是有四个人 四个人 因为你们看有四张床 那你呢 非常好 多谢观看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已经看这种礼物了 有那个游戏机 好像一个胸针 玩具 机器人 有保温杯 有画 大花稀有 女生的礼物感觉比较华丽 对 咱是怎么选的 石头计划布吧 好 输人最后选 知道 我赢了一次 好了 我们定了 那我们先选吧 嗯 我可以看一下 这是什么 我看一下 这是个游戏机 游戏机一看就是云慧送的 对 鸡带她的反应 对 起点打圣和紫牙先紫 我就选这幅画吧 小表情是什么意思呢 我看一下 好紧张 好紧张 对 我选这个吧 这个是什么 我不知道 所以我要选 这个 你还有选择的意思 然后 是猜 按哪里 我的顺限 可猜是谁写的 这个怎么猜 这个 好难猜 这毫无头绪 这毫无头绪 这个红的 跟她红的倒挺配的 我猜是 你的吧 你的吧 猜中了 是吗 你猜中了 猜中了 就是 就是靠颜色是吗 对 我靠颜色 恭喜 这个颜色 为什么我会选这幅画呢 是因为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 你嘉宾自己画的 应该不是在外面买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 它是倾注自己的内心 自己的想法 就是我觉得就是很用心 所以为什么我就会选择它 对 而且这是又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 对所以我选择了这个礼物 我送这个礼物 其实是因为 首先我是一个 有点多动症 让我静下来画画非常难的人 但是我当我 经过这幅画 这幅画摆在最外面 我看到它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就想画它 我画了三天 整整三天 然后那个 我特别喜欢这个电影 因为我觉得就是 这一幕的时候 其实我是 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 其实是不知道结局的 所以我想送给一个 就是说 这一幕是美好的 然后我也希望 你的爱情之后 也是能改变这个 最后的这个结局 是一个美好的爱情 谢谢你 谢谢 我好好珍藏 这是大话西游的那个 对 至尊宝和紫霞仙子 画得很好 花了时间 我觉得林里和汪汪一份 非常真挚的爱情 我好好珍藏 到时候就挂在我床头 好 我连我这是什么 不知道 她肯定会动 她有插电 她是感应的 那个筋木型的 你不知道 你小时候没玩过 没有 算了 那我觉得是你的 不是我的 那是你 因为她刚刚给我在讲解 这个是不是这个 我是沙掌杰的其实 对 这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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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个 可以用手机控制的 智能的小车 然后 这个 这是一个盲盒 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里面抽到的是什么 这是盲盒 就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对 你不知道里面是哪个娃娃 这代表着一种缘分 全球有七十五亿的人 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 下一个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 你会遇到那样一个人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 带着这样的一份开心和幸福 在这个空间里 眉眉满满 我是被这个误导了 我以为是一份 我一直在想这两个 只有什么人心 是关联是吧 这是两个意义 所以我实在是没弄懂 在我的生活经历里面 我 这个是我完全 没搞懂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想 就是拿到我手看看 搞懂它 对 这是你的人生理念吗 也不是说人生理念 这是我真的 我看了半天 我说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对 我想 因为我带我去搞懂它 好的 我感觉亦凡好奇心还蛮强的 这样的人更有征服欲 一看那个就是他做的吧 往亦凡那边倒了一下 戴斯姐姐嘴角上扬了一下 他戏很多 你不觉得吗 忍不住了一下 对 我也猜 对 我也猜 那你们为什么不选那个 那你们为什么不选那个 没有 我很想选那个 但是你第一个选的 你就没有选那个 我最后去拿它 你看 我有没有看我在玩那个 但是你放下了它 是第一眼看就是的 对 我第一眼就去看这个 对 寻求帮助 好吧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游戏机呢 真的不是因为没得选了 其实我本来就想要这样 其实我平时还是蛮喜欢打游戏的 嗯 我刚看了一下它里面有好多游戏 好玩 好 好 好 谢谢 好 我 我送这个是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平时也很爱打游戏 然后我想能不能找到一个陪我去打游戏的人 而且我觉得游戏代表着纯真 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一颗纯真的心 就是开开心心的 然后做一个善良的人 好玩 好玩 好了 跟你们呢 我也来看一下 我也仔细看一下 这是什么 胸针吗 嗯 是胸针 水晶 水晶球保温杯 这还挺贴心的 对 我觉得送保温杯的人挺暖的 他会为对方着想 而且比较务实 还用得着 好 我选这个吧 拿下这个吧 我挑这个 我猜可能是 我猜可能是你的吧 是吗 是不是 是的 是 为自己鼓掌 这个呢叫做 胡济生 这是一个植物 然后呢它的那个寓意呢 是代表是收获幸福的 我觉得希望来小屋的大家都可以 在这段时间可以收获到幸福 好有寓意 挺有心 很有心 很厉害 到我了 那你的 对 好容易 这个也是 我曾经买过一个这个 我曾经也买过一个这个 是吗 挂在车里的时候 然后每天早上看她心情很好 然后她是因为她透过阳光折射的话 她这个玻璃会很漂亮 所以我希望收到礼物 然后你也可以就是有一样的心情吧 是我收到的不要老看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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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攻击性好强的女生 是我收到的不要老看她 看来笑的 斗青人 因为我觉得她很漂亮 然后我喜欢会发光的东西 就是她只有一个 所以我觉得 就是我一直想做那个 独一无二的人 说得自己都害羞 她好像很喜欢她 对 好像是 那你就 就不用猜 猜一下吧 你就猜一下吧 算一下 你就猜一下吧 那我觉得这怎么使用 它是不是有什么 它是有温控的 对 它上面有个温控的 温度改 为什么选的这个水杯呢 是因为我以前工作跟生活的地方 是一个特别特别冷的地方 然后那里的冬天特别美 但是也特别冷 然后我每次出门的话 会背上一个水壶里面装满热水 可以带给我很多能量 然后送这个杯子呢 也想通过这个礼物 就是说 然后把这一份温暖送给你 这个也好珍藏啊 对 很深沉 是的 而且是那种特别走心的那种 一个故事的力量 有故事的男同学 有故事的男同学 很贴心的人 谢谢 谢谢 我平时不怎么爱喝水 然后 我感觉送这个水杯的应该 是个暖男 是吗 还挺好的 好 那一定要多喝 送起这个感觉挺加分的 对 很加分 而且那个故事很有画面感 对 我这样子放在这里 你看 是不是挺好的 每个人都收到礼物了 是的 对 而且我刚刚发现了一个细节 在那个杨明星拿到那个云慧的礼物的时候 她在说原因的时候 她说我不是因为没得选而拿了这个礼物 而是因为我喜欢玩游戏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我发现云慧的嘴角往上仰了一下 其实我平时还是蛮喜欢打游戏 对 我就发现有好感了 就那一刻 可是她马上又在问那个 本来是亦凡拿起来看 但她没有选 她就很撒娇地问她说 那你为什么不选 那你们为什么不选那个 我坚持她对亦凡是肯定有感觉的 亦凡就是说她的故事的时候 她说这是你的人生哲理吗 现在就没事了 也不是说是认识给她 我真的我看了不听 我说这是什么 她对亦凡的时候是不好意思的 但是她对其他男生的时候是很放松的 是什么 我有一点感觉是这样 我发现我其实好像不太了解女生 有一些女生她就是很喜欢 就是吸引所有异性的目光 那个云慧她就是很希望男生的目光 都在她身上 这个我请教一个问题 真的是请教 你们怎么看出来她哪些部分是 比方说是刻意为止的 而哪些部分是自然流露的 因为她从头到尾都在装可爱 比如说她抱抱枕都会这样 说那个抱枕 我一直想做那个迷你挖的人 正常抱抱枕就这样 对 然后如果一般人 在那么多人 然后又是来谈恋爱的节目 就是她害羞说 她可能就是像其他来宾 可能头笑一下 还会呜一下嘴 她的表现就是要这样 对 要躲到那个抱枕后面 但是因为我现在会这样觉得是 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她们 到底是精髓的 对 如果她真的 就是年纪真的很轻 做这种动作就还可以 对 还有那个 送她水晶球的时候她说 那个很 送给我的 干嘛一直看她 是我收到的 不要老看她 哈喽 我想知道就是旁边的 凌凌的心理感受 我觉得一开始从外表看起来 感觉凌凌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女生 可是看到她自己会画画 然后她会说我自己很多动症 所以我需要靠画画来平静 她就是很 其实还蛮真诚的一个人 还蛮诚恳的 而且还渴望一份非常真挚的爱情 对 不过我觉得那个男生里面那个明星 她一开始好像对什么事情都是 蛮不热情的 因为她笑也都是 冷 感觉在冷笑 坐那么远 尴尬吗 没有 她一开始几乎都是在观察 也不讲话 也不说话 然后她都看事情都是这样 好像很侦察的那种感觉 可是她后来说出 她送那个保温瓶 跟她的工作是在很冷很冷的地方 讲出来你对这个男生 马上就翻盘了 我以前工作跟生活的地方 是一个特别冷的地方 她的工作感觉好像是很有深度 对 然后她送的礼物又感觉就是 有温度 有温度 然后又是实用的 然后又是当时她在艰难的时候 这个东西对她来讲 是很有力量的一个东西 就马上对她前面那个耍帅的样子 就翻盘 是的 一个刚硬的外表下 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心 所以就是非常加分的项目 我想问一下S姐 就是小飞哥送给你的第一份礼物 你还记得吗 我想一下 要想很久 最近有一个礼物让我非常非常生气 生气 因为我一直看到她自己的更衣间里面 有两个带子 然后我都故意搅到没看见 因为马上要母亲节了 我就以为她母亲节的时候就会把那个带子送给我 然后里面就是我需要的一些高科技的美容产品 那母亲节都过了 她也没有要送我 带子一直放在那儿 然后我就说 你请问那两个带子里面是什么 到底要给谁 要给你的东西 我说 那你打算是什么时候给 然后她就说 不是啊 你看到了你就自己去拿 然后我就很火大 我说你没有送给我 我不会去碰你的东西 我说如果你要去送给别的女生 不小心被我看见 你也可以坦白跟我说 那不是要送给我的 然后她就说 就是送给你 就是送给你的 就很敷衍 所以我到现在都不去碰那个带子 可是她到现在还摆在那边 还不拿给我 你是觉得她送礼物 还是要她亲手送给你 当然 那我怎么可能去她的那个房间里面 翻箱倒柜 然后看有什么女性的东西 就指定她就是送给我 对 那她说不定是要送给妈妈 或者是其他的员工或什么的 对 那孟晨姐姐呢 有收到什么意义 那个很印象深刻的礼物 印象深刻的礼物 除了海涛哥的 我从来没有收割过任何礼物 我求生意好强 没有就是 海涛哥 对 海涛是那种 恋伤超级无敌高的人 她是一个特别懂女生小心思的人 因为我就是在她这么多年的关怀下 我越来越男人 对 沈梦晨撕下你的假面具 对 对 其实你是个男的 对 对 我真的越来越粗线条 因为她太细腻了 所以她每一个时间节点 她都会就是准备一些小惊喜 那她真的是非常用心的人 很浪漫 真的很浪漫 女生就是受不了男生的用心 其实你的礼物的价值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愿意为我在我的身上 花多少精力多少时间 没错 大厨开始操作了 没有 准备一下 有牛排 我们晚上好像只能吃牛排了 你要做这么多 要做多久 这个很快 这是淹一下 我发现我每次过来 我都要在这打卡 没人理她 对 为了吸引亦凡的注意力 很失望 你看 好像有点麻烦吧 那我帮你吧 好的 那我就不在这了 我觉得人太多会砸 我感觉我和厨房的气场不合 我等会再下来 拜拜 卓亦凡是为人理她 对 很失望 你看 那我先上去了 好的 好的 拜拜 你先休息 她好像很喜欢她 对 就是欲走怀流那种 我说我要上去了 我要上去了 其实是快留我 快留我这种 对 我觉得林慧她对亦凡是肯定有感觉的 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戴这个 第二次 第一次我鸡蛋什么时候 她好开心 行行行行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骁羞 骁羞 要帮你准备 你可以打一点鸡蛋 好 四个鸡蛋够吗 五个吧 好 好 给我来个碟子好吗 好 那个大宝 那个大宝 叫大宝 感觉很亲切 对对对 记得住 感觉会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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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会很好吃 我已经说了三遍了 什么 我觉得会很好吃 没有 这个完全看肉好不好吃 这跟煎的没有关系 他为什么一直在娇羞 其实不熟的男女要一起做饭 真的会很害羞 是吗 亦凡我觉得很自然 因为他在当主厨 他不是那种太客气的那种 就还蛮man的那种男生 把这个切一下 好 那个我还没切呢 生不生啊 我感觉有的地方稍微有点生 有点生 对 因为我是爱吃生的 你可以做一点生的 做一点稍微熟一点 我感觉我还不切的话 比较好看 切了 切了好像有一点丑 就这两盘咱俩吃 剩下的 让咱们自己切吧 好吧 你觉得是这样自己叫 对 对 对 他们俩在厨房感觉挺舒服的 这已经达到了一种默契了 对 对 对 我觉得你可让他们先吃了 因为药物凉了 我们不然来吃吧 我觉得他们都对卓亦凡释放了很强的信号 对 两个女生中 她会更关注谁呢 我觉得 其实朱云慧这种更外话的表达 其实更能吸引卓亦凡 是的 而且我发现啊 就是两个女生求关注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灵灵就是默默地关注着你 注视着你 她的眼神很炙热 就一直在看在做 然后就 我觉得很好吃 我觉得会很好吃 我已经说三遍了 我觉得会很好吃 对 时不时来一些夸奖 对 云慧是那种直接表达的 就说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那我先上去了 就是大概浅台子就说 你还不留我 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我就觉得 云慧她不是问了好几次 就是我走了 然后一反她就直接说好的 那我先上去了 好的 拜拜 你先休息 就是感觉好像真的 真的 对 真的没有意思 云慧说 本次都写满了 对 可以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云慧在帮她的话 她可能会说谢谢什么的 云慧在上楼之前有说一些潜台词 对 男生听得懂女生的潜台词吗 我 我觉得明恩应该听得懂 我能听得懂 我觉得你特别能给她女生要的饼 对 对 潜台词用我们自己专业的讲法 叫做听到对方的需求 就听到对方的需求 男性跟女性的大脑有一点点差别 主管情绪跟主管语言这两个部分 女性的连接比较通畅 因此情绪可以快速地转换成语言 而且可以转换成很多语言 所以我们会看到吵架的时候 男生说好了那我认错 但女生还完全没有讲完 她有好多话要讲 对对对 还有的时候是都已经睡觉了 然后女生还在说我跟你说到今天 那边睡着了对吧 因为她那边觉得我已经讲完了 这边说我还有很多要讲 那我就把你叫起来继续讲 我就是这样 很早年间了 我们俩还在磨合期的时候 为了养敌 我们俩吵了一架 然后我就是因为 就是我们很正式地在那里说 她就坐在那个沙发中睡着了 我气到整个人爆炸 可是她真的很累怎么办 不行 你必须要听我把它讲完 其实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然后面对的问题 处理的方式也要不一样 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猎猫小巫》到底发生什么 好香 是有点香 番茄蛋 蛋汤 来喝一杯吧 来来来来 来 干杯 来来来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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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为什么喝橙汁 怎么了 橙汁敬你是不行是吗 没没没 我觉得看那颜色有点不对 刚反应过来 可以 很好吃 你会做饭 你之前说要谦虚是不是 我当真了 我真不会做 你看 我只是简单的这些 牛排只是一间一下就好了 你觉得太深了 干净 活着吧 还好 我在餐厅都是吃三分熟 然后上次我朋友来 就说我吃全熟的 就这么硬 牙都碎牙 笑什么 笑什么 我刚才听到碎牙 我就觉得挺好笑的 在牙里挺好笑的 好捧场 对对对 真的 你们有人没吃饱吗 我这里还有很多 我也是 要不要 吃饱了 天哪 我们是小鸟喂呢 你就别装了 我们是不是吃得有点快 对 我们这个吃得好像有点太快了 感觉它吃完就要撤了的感觉 来 你们把这杯干了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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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可以收拾了 我们一起收拾 来 等一下 谢谢认识你们 谢谢 可以 谢谢 收拾吧 收拾吧 对 收拾吧 收拾吧 有人喜欢洗盘子吗 我来吧 可以 因为我啥也没干 那我来刷这个吧 我来做 我来弄吧 辛苦 辛苦 为什么去做 好 为什么您服务 为什么 对 好了 我去坐着了 你们加油 你去干嘛了 我准备去坐着 坐着 坐着 我准备去休息 就是去坐着了 而这样就很不讨喜 吃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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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喜欢的男生在这边 他喜欢的男生在坐着 原来如此 我来挑一个甜的 我这个超级酸 是吗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有白籽的 这个酸 感觉放他一个人在这儿的话 有点过意不去 没事 谁让我不会做饭呢 这个没有不冲出 大家不要太累 不要太累 就是差不多就行了 差不多就行了 不要 对自己那么不好 不好 没事 你去坐着吧 没事 我可以的 没问题 没有 我可以再 探望你一会儿 好的 行 应该 差不多了 不开心的感觉 感觉他好忧伤 对 好多心事 嗯 我这样是不是有点 没有没有 我也觉得很好 我过得还挺开心的 没错 这些哪个是洗完的 这个好像没有洗完 这个其实用清水洗就行了 对 这个是冲锅的吗 应该没有 正好 有人会做饭 有人会洗碗 神仙生活 好了 要公布职业了 快 我是洗碗的 要猜职业了 对 对 六个人分别是哪些职业 其实刚刚大家都从那些 他们的细节啊 言语当中 有琢磨出来一些些 明星很好猜 因为他说他以前工作的地方 都是在很冷很冷的 所以他可能是要去 做一些研究 或者是观察员之类的工作吧 对 亦凡呢 亦凡我觉得他应该就是 商务类型的认识 我也觉得很商务 这特别商务 老板 老板那种 还有坐姿 对不对 坐姿 暴露了他的商务 那那个楚珍呢 楚珍呢 我觉得她可能还在 可能还在继续学习吧 还在学习当中 女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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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云慧 云慧 像大学生的感觉 我感觉 对 她看起来年纪还蛮小的 不大那种 玲玲可能是做跟艺术有关的工作吧 她画画 从哪里看出来 画画 她这幅画摆了最外面 我看到她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就想画她 舒慧我觉得就是管过事管过人的 至少是大项目经理之类的人 手下有好几十号人的那种 可是她看起来很年轻 对她看起来年纪还蛮小的 不大那种 那你们最想要知道谁的职业吗 这六个人里面 应该就是舒慧吧 因为她太神秘了 神秘是吧 她就是让人搞不清楚她到底是干吗 干吗的 还有她几岁 还有她 好了 要辜负职业了 快 最期待的 让我喝口水压压惊 感觉大家期待这一刻期待很久 嗯 说的简单不好不好 就你先吧 年纪最大先 不 这年最小的先 这年最小的 小的先 好了 好了 一不容辞了 看一下 一天擦地 五十遍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应该是有洁癖吧 这谁啊 我们猜家她为什么要擦地啊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这拖地五十个谁没事情 你难道她会拖地五十个 她不可擦 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 不是她惹她 因为我今天一直在干活对吗 你猜是我 你猜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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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中了 是我 你们要猜我的职业啊 我为什么要擦地五十遍呢 我猜你是一个私企的那个 可能做的一些清洁器啊 小设备啊 是卖这些东西 你是一个 有吗 有关系吗 你们是觉得赞成什么 还有别的吗 这个太难了吧 这个 好吧 我是一个舞蹈演员 其实擦地呢 是我们基本功训练课 非常基础 和重要的一个组合动作 可能一堂训练课 要做上百次的擦地动作 我从六岁开始跳舞 从中央乐学院服中 考入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 毕业以后进入了北京歌曲舞剧院工作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舞蹈演员 有人说呢 跳舞其实是玩青春饭 但如果我不跳舞 可能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会是谁 未来的职业规划呢 也考虑往舞蹈编导方向发展 现在也有编创一些自己的舞蹈作品 其实无论生活中的开心还是悲伤 舞蹈都一直陪伴在我的生命里 工作之外呢 我也不会让自己停下来 我加入了很多的健身俱乐部 尝试与舞蹈不同的训练方式 让自己的身体机能保持活力 我是东北人 东北男人 七七哈尔 七七哈尔 谁猜准谁抽是吧 我抽吧 行走于南北半球的人 他吧 我 你觉得呢 又是他 他每一个都猜我 你为什么每一个都猜我 擦地五十遍跟南北半球有关系 有直接关系吗 好了 该你赛了 真的 我猜你 我确定是你 好了 你对 你对了 我是做金融投资公司的 我叫卓亦凡 天津人 长期工作在悉尼和北京 所以我会经常穿梭于各个城市之间 我独自在国外漂泊了将近九年 但我骨子里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 所以我会很向往一段稳定的感情 这样好帅哦 这样好像邓轮 我最近在抓一个项目就是经常会去北京 相当于三个月我就飞了很多很多次 来回跑吧 我用了 来回跑吧 陈氏构建师 陈氏构建师 那就是你了 那就是你了 你怎么感觉你还憋不住笑 他已经兜不住了 我刚刚就看你的 你别演了 你已经出外自己了 但是他为什么耳朵都红了 鞋小吧 来吧 鞋小吧 好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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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真的吗 那我这人不会骗人 好尴尬 对 是我 我现在是千万大学的 在读图木工程研究生 本科的时候是在国外 也是读的图木工程 然后自己在读书的时候 就是开了一家进出口贸易的公司 对 然后现在就是回国发展 回国读了个演 现在读演 我是楚真 来自清华大学 土木工程系 在读硕士 每天的日常生活就是课堂 喜欢在安静的教室学习 上课之余呢 会找朋友一起探讨一下 关于学习的问题 也会在寝室做做运动 和朋友们出去打打篮球 平时也喜欢用Vlog的形式 记录下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大家好 我是楚真 大家好 我是楚真 今天38度的天 这么热 我还在给你们录布老 看出我的艰辛了吗 我是爱你们的 我清华大学的土木工程 但他不像清华的典型的学生那样 对 与时间赛跑一千八百二十五天 一千八百二十五天 一千八百二十五天 对 我在下半年 多久 这个其实一千八百二十五天 你为什么要与时间赛跑 是你 是他 是你 因为你是随运动的 行了 揭晓了 好 揭晓 那这个是我 我是云南人 现在在昆明 为什么说我是跟时间赛跑的 一千八百二十五天呢 因为我曾经是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 一名武警特战队员 真的假的 一千八百二十五天 五年的时间 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 时间真的是特别的关键 时间就是生命 就跟时间赛跑 其实也就是跟生命赛跑 我在部队的时候 有参与执行过很多的重大任务 我包括香格雷拉独克宗古城的 一一一一火灾 八二八八三一的地震 还有昆明三零一的暴力恐怖西战 在部队有荣离过两次三等功 表彰过优秀共产党员 五年的军事生涯 学到了很多东西 责任还有担当 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吧 让我从一个男孩 蜕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好帅 立刻帅好多倍了 身上都发光了 有没有 对 然后我现在退役了 退役两年 现在在经营一家文化传播公司 记录着我从一名武警战士 到一名地方青年的一个转变 我还做了一个军事元素的 潮流服装品牌 米茶好像已经成为了 我生命当中 不可缺少的东西 也对部队的一些念想吧 我想做的就是说 把部队交汇我的勇敢 还有应望 就传递给大家 敬文 敬文 那我出一个 层徒步穿越四十三万平方公里沙漠 行了 我也觉得是他 给他吧 对 把他给给他 什么 这是什么 难道错了吗 要不我帮你宣布了吧 是你也不信不信不信 是我 真的吗 是我 是你啊 因为 这么白 我当时是黑的 就是 就是我现在是学生 真的就是一个学生 我叫朱云慧 我是一名的小学生 擅长 自己跟自己玩 我可以 一个人到处闲逛 一个人去超市 抱超多超好吃的零食回家 回到家后呢 我就开始了我的养生计划 按按脚 呼呼放 看看书 大多数时间 我都是一个人独处 我还独自参与了一次工艺活动呢 我徒步穿越了腾格黎沙漠 学会了家草坊格子 成功登顶过昆仑雪山 加入了青藏铁路的养护救援 打卡了中国的最南最北点后 成功筹得了工艺的环保基金 很优秀很优秀 她是一个学生 加分的 就没想到云慧 关脱的外表下 还有很坚毅的一个心 看看你的是什么 我有一千个愿望 好 是记者吧 你是老师 二零一四年 艾布拉的时候 去到非洲肯尼亚 做了一个志愿者 非常多的感触吧 应该是 那边的孩子就是 他们可以从非常远的地方 看到一辆车划过 然后就赤着脚 向你飞奔过来 就为了跟你打招呼 他们学资源很匮乏 教育资源也非常匮乏 就去做教育的支教 非洲回来以后 在苏州 创立了一家科技教育企业 专门做青少年的 科技创新教育的 我有一千零一个梦想 我非常喜欢摄影 我还自学了Euclili 我也非常地喜欢做工艺 所以回国后 我就成立了 我的全球网络助教计划 帮助偏远地区 包括城市里的 外来公子弟的孩子 学生 去实现他们的科技梦想 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 谢谢 我是上海人 你上海人 我爸是东北的 但其实我算是上海人 因为我在上海长大 你会说上海话吗 当然了 在哪儿 人家劳嗦港 劳嗦港 我为什么不是 我说悄悄话可以 是要年龄要说吗 对 那我介绍一下我的年龄 我二十八岁 九岁 我二十五岁 我二十五岁 我九四年 九四年九月份 九九年 好小啊都 九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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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还说女孩年龄不要猜呢 八九八九 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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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不出来 八九十月的 完全看不出来 对 好尴尬 都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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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来 你真的看不出来 你看上去就像九 像九九年的 你真会说话 但是好小啊 差了 你们俩差了 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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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梦空间》已开启 请依次录制《练梦影像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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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就是公布了自己的职业什么的 你们觉得谁的反差是最大的 云慧我真的 我真的有点惊到九九年 你对她的年纪反差觉得 对 可是她的行为举止就是 很小 就是很小 如果她不是装可爱 她就真的是小女孩 所以她很得理 对 合理了 因为她才二十岁 对 原谅是不是 对 其实我对舒惠 我觉得她那个反差还挺大的 因为看她的形象 就感觉很小 很凌家 可是当她说出来她的年纪 以及包括她做过的一些事情之后 我就 就是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年纪在恋爱之中 会是障碍 会是距离吗 对我来讲是完全不会啊 就是你爱上了一个人 就算她是外国人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过去 或者是她年纪真的比你小很多 都不是问题 感觉是最重要的 对 我发现非常同意 艾斯老师讲的 任何东西都不会成为爱的障碍 而且你要想啊 假如我们有观众认为说 年龄是个障碍 那我可以继续问 你在这里年龄代表什么呢 比方说如果年龄代表是阅历 代表的是财富 那你其实认为年龄不是障碍啊 你其实认为是阅历跟财富才是障碍啊 对吧 哥德讲过一句话 我觉得就是刚才那个意思 他说人因为很聪明啊 就会画很多的界限 爱是唯一一个理由 把这些界限全部推倒的 所以年龄不会是爱的界限 或者这么讲 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是爱的界限 没错 今天一天下来 就要录《烈梦影像信》了 对 其实我们也观察了一整期了 其实我们心中也有一些 就是勾连 谁跟谁 有一些爱的小火花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可以先看一看卓亦凡的 你们觉得卓亦凡今天对谁 产生了一些爱的小火苗 灵灵 灵灵啊 我也觉得是灵灵 因为她们相处时间比较多 对 相处的时候 我觉得她对灵灵是有感觉 可是她 我觉得她最后听到职业的时候 她应该是 对书会有感觉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亦凡到底会选择谁 今天我接触比较多的是 张领领和朱云慧 跟张领领一起做了饭 我还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 虽然一起做了饭 但是说没有太多的这个深入了解 至于朱云慧呢 我们俩交谈会比较多 我要敲一个甜的啊 我这个超级酸 感觉她是一个比较活泼 然后比较外向的女孩 所以今天下来 如果一定要 嗯 投一个关注票的话 我会把这票 投给 拼多多 联盟空间 待会儿见 拼多多 联盟空间 现在继续 本节目由拼多多冠名播出 上拼多多 点击首页 百页补贴 正比大牌 现实强告 所以今天下来 如果一定要 嗯 投一个关注票的话 我会把这票 投给 朱云慧吧 哦 我们错了啊 完了我们都没有猜对 只有在片子开启的时候 对 白尾在旁边说了一句 我觉得应该是云慧 为什么 就是这种商务人士 一般面对的 可能也是商务的女性 比较正经 对 然后突然遇到一个 这么活泼跟她那个 会觉得眼前一亮 那你们觉得云慧 会选择谁 一定是亦凡啊 都宣成那样的 明星或者亦凡 我觉得她就会选亦凡 对 因为亦凡要留下来做饭的时候 她一直说我走了 对 就是在等亦凡回她 一句说你要不要留下来 帮我之类的话 对 饭后他们要有很长时间聊天 对 所以他们的重叠时间是最多的 嗯 好 好 好 我要开始录制我今天的影像信 我先说真真吧 因为我觉得和她是共同话题最多 然后相处会比较多一些的 就你学面 年纪最大些 什么意思啊 一凡给我的感觉就像大哥哥一样 会和我一起不女后陶翅 会告诉我你个酸 然后相处起来会比较自然 我不合格 不好意思 好 那你还点自律 我这一次的影像信条就投给明星吧 怎么会这么跳动 因为相较于其他两个男生来说 他可能是我现在很不够来着的 曾经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一名武警 特战队员 真的假的 我想要能够进一步地去了解她 完毕 你看我踩着 小女生可能会对于穿制服的男生有很大的吸引力 对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还有信心吗 各位 没信心 明星 明星会选择谁 我选的是灵灵 他们两个我画的双肩头 我也是灵灵 我觉得会选择灵灵 那我大胆一点吧 我觉得她会选云慧 因为我总感觉她跟她互动的时候 她一直想憋不住那种笑 但我不知道自己的直觉准不准 然后一会儿是不是会啪啪打脸我也不知道 今天是进入烈梦小屋生活的第一天 感觉有些不知所措 更多的是在观察 一天的相处下来呢 对大家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明星会是一个特别活泼特别可爱 开朗的女孩 完了 他们可能来不了了 因为我不会让这来尴尬的 傅书慧晚上听了她的自我介绍之后 觉得她特别的厉害 我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小孩 在他们更早的时候能接触到这样的科技的认知和探索 像姐姐朋友一样的那样的感觉会更多一点 然后张铃铃 大宝 第一眼感觉很漂亮 我叫张铃铃 你好 你好 你叫大宝 你好 而且今天下午的时候她选择的礼物是我的那个保温壶 我叫这个 她也说她平时工作生活当中可能很少喝水 我觉得她用得到的地方会比较多 我是一个特别不爱活血人 这个礼物很适合我 是吗 好 那你一定要多喝 她这么说的话 我觉得在我送给她这份温暖的同时 她也把她的那份温暖送给了我 而且今天她送的那幅画 我其实特别地想要 我画了三天 然后我也希望你的爱情是一个美好的爱情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有一个英雄的梦 想当齐天大圣那样的人 就让别的男嘉宾给选走了 还挺失落的 明天的话我更想关注的女生会是张铃铃 所以说我把今天的关注票投给她 对了 终于对了 我错了 开心 那么灵灵会选择谁呢 我的妈 明星 对 我觉得灵灵会选明星 灵灵她会画那个画 代表她是紫霞仙子 她需要有一个人可以保护她 安全感 对 正好明星的工作就是她的职业 就是一个给人很强烈的安全感的职业 那灵灵她本身是舞蹈演员 她很多东西可能就是靠直觉或第六感 所以她拿到她的保温壶 她会觉得这是一个缘分吧 对 好 有没有反驳这边的 我们两个好像都投给那个亦凡 我也觉得她会投给亦凡 因为她很多次都比如做饭的时候吧 就一直在她旁边会一直夸说好好吃好好闻好香 也有道理 我觉得也是亦凡 我觉得她们互动比较频繁 我们来看一下灵灵的答案 天哪 好紧张 可能我今天做这个决定是以第一印象可能为主一些 卓亦凡呢 其实她一刚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她跟我的理想性非常的像 我叫卓亦凡 但是我感觉我给出了一些信号 她可能没有给我一些回应 感觉会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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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稍稍地有一点失落 但是今天我还是决定把这票投给卓亦凡 卓亦凡 很复杂 对 亦凡选择了云慧 但云慧选择了明星 明星又选择了灵灵 灵灵选择了亦凡 刚好是一个四角的关系 就上面这两个人很孤独 对 她也不可能选彼此 因为一个老师一个学生怎么可能 对 我觉得她们会互选 我觉得 而且说不定 因为她都是学生和老师 然后就会觉得 她做这件教育的事情 感觉到很敬佩 心灵相通 有就是很认可她的地方 那时候祝云慧 祝云慧 就性格特别地活泼开朗 然后话特别多 大宝是一个挺 给我感觉还挺淑女的 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副书惠的 我觉得她是 讲到她的工作经历之后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 有爱心的一个人 那这个孩子就是赤着脚 向你飞风过来 就为了跟你打招呼 就是很善良 然后很正能量 所以我最后选择 关注的对象是 副书惠 太难以捉摸了 对 那么问题又来了 副书惠到底会选择谁呢 明星 我觉得书惠会会选明星 等一下 我想起来了一个细节 就是在最后她公布完年纪 很尴尬的时候 只有亦凡帮了她 所以我也觉得她就像九 像九九人 对 对 我觉得她应该选亦凡 我也觉得 你这么一说 好 我觉得亦凡吧 亦凡吗 对 反正肯定不是珍珍 那我觉得 不是珍珍 今天是第一天到《烈门小屋》 我感觉非常地好奇和开心 明星给我的感觉是 她非常地魁梧 也很男子汉 时间就是生命 就跟时间赛跑 其实也就是跟生命赛跑 从她送的礼物可以看出 她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 卓伊凡给我的感觉是 她的话不多 但是她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 在我的生活经历里面 这个是我完全没搞懂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想 就是拿到手看看搞懂她 对 主针给我的反差还是比较大的 刚开始见到她的时候 她比较沉默 但是慢慢地她变得非常地健谈 我也很荣幸能收到她的礼物 非常地有设计感 这个叫做吴继生 她也是在上海长大 老像 美好 我今天想把关注的一票投给 主针 关注的一票投给主针 很厉害 天哪 豆子你真的好厉害 豆子是恋爱达人 真的 你是恋爱高手 恋爱达人 就是我是那种 看别人恋爱 然后看得好开心 然后很明白 但是到自己身上就不行 也不一定 不一定 我觉得不一定 对 S解释 我完全都没有猜中 一个都没有 所以 因为她们就是有一些小的细节 也许会改变一个人的 这个 最后的结果 是的 而且今天她们每个人 都能够看到自己拥有一票 但是她们不知道是谁投的 所以她们要带着这个想象 要睡一整晚 这个你想想 发酵了一整晚之后 就会想 这一票到底是谁投给我的呢 今天谁又对我做了什么 我又对谁释放了一些 什么样的信号 所以这一个晚上对她们来说 真的是 非常折磨 对 难眠 好 我们真的是 Curb 看acje 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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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